歡迎收看旅讀台灣 我是張令玉 用角度歷史 用心愛台灣 今天旅讀台灣 要帶大家到哪裡 聽什麼故事呢 老師在哪呢 令玉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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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人在 新北市新店的山區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這一座 這不是 十八堂人嗎 人主角 不是啦 這個就是犯下台灣 第一件殺警奪槍 搶銀行案的大道理思科 我們是在1982年的4月14號 理思科到台北市羅斯福路 土地銀行的古廷分行 當時一衝進去 他大喊 大家不要動 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 他搶走了五百多萬之後 消失無影無蹤 這是台灣治安史上的第一次 殺警奪槍搶銀行的案子 那當然理思科的故事 後來被拍成的電影 在鄰居口中 他是一個愛國愛民的好人好事代表 但最後為什麼犯下如此的大案 來 李宇 對我走 我們今天來看 大道理思科的故事 這些理思科當時還是在戒嚴實情 不過像他們這一類的老兵 國民黨口中的榮譽國民 為國民黨謝謝了一聲 但是那時候卻被良蔣 對大陸的不接觸 不談判 不妥協三部政策 困在了陰暗的角落 都自掙扎 後來他犯下了台灣第一起 持槍搶銀行的案件 最後竟然是改變了 兩岸的進程跟方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跟著旅讀台灣 我們一起來揭秘吧 GO 老師沒想到這是真的 我剛剛看到你 我以為這個是劈上去的 假的 沒有 原來真的有人在拜這個異道 大道理師 應該是這樣子啦 有人叫他異道對不對 可是很奇怪啊 因為在這個地方呢 據說以前還真的有 很多的歹徒來拜 可是呢 這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真的五百五波比 為什麼呢 因為你拜了之後 一定會被警察抓走 不要做壞事 在1987年的時候 當時的審議員 這個王兆川 他就是來這邊 就蓋了這個廟 對 那這邊以前有兩座 所謂的門神或者是守護神吧 就是有這個 廖天丁跟李師科 好奇怪的鳥喔 後來因為這個颱風有沒有 那一種少得雅 那目前呢 就剩下我們所謂的 異道李師科 當然很多會講啊 這個殺井奪槍搶銀行 你拜他 這不對吧 他的行為當然是不對啦 但是他也為他的行為 付出了代價 那其實呢 我們說這邊為什麼 取名叫無天禪士 其實就是為了諷刺國民黨 不是無法無天嗎 沒有 國民黨當年 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帶了數百萬軍民同胞來嘛 但是你並沒有好好照顧他們 造成這些小老百姓耶 他生活過不下去嘛 他就要鋪而鑿險 其實當時經濟發展 但是呢 貧富差距開始懸殊 社會開始不公 那當然啊 我們還是回到李師科 李師科何許人也 其實他是一個老兵 他當年打過所謂的 對日的游擊戰 然後國共內戰 那最後1949年的時候 那一批跟國民黨來到了台灣 那來到台灣之後 他後來就當兵嘛 那因為生病的關係 那被迫退伍 退伍之後 他以開計程車為生 聽起來他是一個非常忠貞 愛黨愛國的老兵 為什麼最後會去犯下這麼大的案子啊 難道他賭國喝酒吸毒嗎 其實都不是 在他的鄰居口中 他是個好人好心代表 他不抽菸 不喝酒 不賭博 沒有不良習慣 也沒有錢科紀錄 他缺錢嗎 他也不能說他缺錢 這是當時他有他對 所謂的國家社會的不滿 而且相對生活一定不是樂如意 所以就在那一天 他衝進了古亭分行 跳上櫃台 然後對大家喊 大家不要動 錢是國家的 命是自己的 就這樣他搶走了五百多萬 班農 錢是國家的 命是自己的 國片老柯的最後一個秋天 說的就是台灣第一起 持槍搶銀行 老兵李師柯的故事 但他的個子很小 因為他搶了四五百萬 那個大的袋子要裝錢 很重 他拖 一直拖 1982年4月14日下午3點20分 李師柯頭戴白色鴨舌帽 口罩領著一頭長卷夾髮 闖入土地銀行古亭分行 光天化日下 搶走五百三十一萬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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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地上撿起的一扎鈔票來砸它 我那個拍的他們後來講 跟那個電影中是完全一樣的 你要多少錢 我幫你裝 讓你不要動了 搶銀行還槍傷銀行副理 這在戒嚴年代 是滔天大罪 唯一服刑 這個是叫做 止惡不赦的大罪 像這樣子還去搶銀行 當時的民風還算是蠻純粒的 所以犯這種罪是 大家不敢想像的 理事科背著一大袋現金 一頭鑽進銀行旁 細長狹小的巷羽中 消失的無影無蹤 這條巷子後來被稱為 是科巷 金融機構會比較有裝監視器的可能 那至於一般道路上 不像現在說 每一個路口幾乎都是 就是至少有三個監視器 他在現場應該是有經過 很多次的觀察 所以他才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是在什麼時候 可以進入去搶這個錢 熟知銀行的作業模式 對附近錯綜複雜的巷弄 更是了落指掌 簡簡懷疑是銀行內部人員 內神通外鬼 但吊月所有人的通聯記錄 卻是一無所獲 500多萬大概不只一棟 大概是兩三棟才有 那個時候光綜合那邊的房價 大概100多萬就可以買到了 在那個年代 500多萬簡直是天價 到底是誰急著要這麼大一筆錢 難道是賭債糾紛 還是黑道欠錢 簡簡放出風聲 在道上蒐集各方情資 但依舊毫無線索 根據今天下午 虎庭分航內閉入電視 所設下的歹徒外型顯示 這名歹徒的身高 大約一萬熱衷 這好像拍攝報電影 遠距而反駁 不過現在這是報告新聞 是真正的 頭上還帶了一頂白色的變化 新聞播報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說 30到40之間 然後個子還小 那所有的那個新聞發布 都是針對這一方面的 那個做形容 希望說能夠找到這樣的一個人 30歲到45歲之間 偷著山東口音的中年男子 但理事科心思緻密 沒在現場留下半點指紋 不過卻有目擊民眾提供線索 當天下午 歹徒從濕大陸92向潛逃 很快的一輛紅色計程車 從86下開了出來 不過前幾天呢 曾經有民眾打電話 說當天在現場附近 曾經有一輛 紅石的紅計程車聽在那兒 車上目游人 車牌簽了兩個號碼是05 簡簡不僅主意過濾 車號05開頭的問獎 還要他們都到派出所簽名 確實查核 通報下去 過濾一下 紅大可多了 有的車號兩三個人開 這廣召人要多久啊 再多的人也要欣賞 大安分局接獲線報 要車號05開頭的問獎 李時科 速速到派出所報道 不過他的外型 特徵和鎖定嫌犯的樣貌 不相符合 怎麼樣 要不要打敗打敗 瞧瞧像不像 你呀 再年輕20歲就像了 犯案後 李時科無懼警方清查 報道時腳步滿山 別有用心 一要確保還沒被識破 二要製造清白假象 果不其然被他蒙混過關 而且還不止這一次 遠景再度找上門 要他變更戶籍地及居住地 依舊措施歹人勒機 你在家鄉是幹什麼的呀 走弟弟 17歲就大幽急 這一輩子就會兩件事情 殺土匪開車 外省老兵李時科 當年已經56歲 開計程車尾聲 立著三分平頭 外表憨厚 老實 怎麼看都不像 會是搶銀行的十二歹徒 警方就有很嚴重的 這個破案壓力 當時這個案子 因為是台灣第一件 持槍搶劫銀行 所以非常的重視 案發第二十三天 檢警依舊一籌 於是寄出天價兩百萬的破案獎金 這時一通檢舉電話打了進來 喂 這裡是土銀牆 就按照頭 我要提供線索 就是有一通電話說 他發現有一個棉被 包裹著那個 好像是銀行的那個袋子 就有人舉報說 應該是那個王銀仙 跟他家的那個被單 李士柯將銀行搶錢用的鈔票袋 用被單包裹丟棄 卻因王銀仙女兒的男朋友 寄予兩百萬獎金 胡亂檢舉 讓急著想要破案立功的檢警 盯上無辜的王銀仙 這個是不是你們家的 我爹 謝謝你幫我撿回來 刑事局移速竊足 早上精神狀況不佳的王太太 調查又發現 強案當天 王銀仙的確開車經過案發現場 他和李士柯口音外型相似不說 連開的計程車都是同款車型 正人檢舉加上種種巧合 檢警一步錯步步錯 真正的主嫌李士柯逍遙掃外 王銀仙卻成了冤大頭 被栽贓成 銀行搶廢 我要說你很厲害 我誇獎你好來 這裡是老台北人都知道的 風景如畫的地方 而且其實天氣好的時候 在這裡感覺很像是走在異國 非常的有人文風情 很多的電影都在這邊拍的 看起來是還蠻漂亮的 綠色隧道 兩旁有榮樹跟菩提樹 夏天的時候可以幫你擋太陽 沒錯 但是呢 幹嘛 這邊是60年代的時候 我們說政府所規劃的美式生活圈 不過今天不是要帶你來吃車喝喝 打卡拍照 對啊 我們在講李士柯 對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慘絕人寰李士柯事件的案外案 對啊 其實還蠻奇怪的 因為根據那時候 警方其實說到的證據還蠻多的 有機器器的畫面 知道是紅色的計程車 也知道是05開頭的車牌 後來他們還收到了有那個棉被 就是有那個備單包裹的袋子 所以其實證據還蠻多的 感覺就差零門一腳 後來他們就接到了一個 報案的舉報電話 然後他們就去抓人了 可是抓的竟然不是李士柯 一個叫做王銀仙 為什麼啊 一來我們說這個 王銀仙的女兒的男朋友 為了貪圖這200萬的報案獎金 開始亂檢舉 我情妙刺家破壞 那第二咧我們說 王銀仙也是計程車司機 那在案發當天 他剛好也經過了土地銀行附近 那再來他開的計程車的樣式 跟李士柯的是一樣的 不過呢 李士柯開的是紅車 他開的是白車 但是對警察來講 你搶銀行都敢做了 這個換換顏色而已 那哪有什麼 就把王銀仙呢 帶到傅錦街的刑事局的招待所 扮一刀插槍的 讓他吃到醜吧醜吧 欸 天啊 在紀元時期的招待所 可以讓你吃到醜吧醜吧嗎 還是要好好交胎交胎的那種交胎啊 啊 欸 那也太血腥了吧 傅錦街沒想到有這種過去啊 真的假的 當時我們說王銀仙就是一通電話 沒有任何證據 他就開始被刑囚 然後連他女兒都被帶走 據他的說法 他當時被關 就關在小房間裡面啦 他隔壁房間就聽到 他父親王銀仙的慘叫聲 被打的撞擊聲 嘔吐聲 十分的殘忍 這也太殘忍了吧 那一定會去打成招的啊 王銀仙的確是認了 肯定的啊 那軍人都受不了 各況是平常人 那當然在警方要押他去 這個取章款的時候 那哪有章款可以取啊 經過學長小時候 他趁機跳橋自殺 以死明治 不過呢 根據警察局的說法是什麼 他是畏罪自殺 就在這個時候 李斯珀入網 那不就是很尷尬嗎 一天之內 這麼大的一個轉折 也太過分 太讓人心碎了吧 簡直是荒謬 我 我 你 你 你 看才能反 我 我爸怎麼了 怎麼了 她生病了 你讓我看一下 你請當天啊打過針 你讓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就好了 速切組以通知單約談王英仙 但這個約談卻是警方直接上門 將他和女兒王桂梅 一起帶回民生社區的招待所 對土銀牆案已經掌握有力的線索 並有把握於禁機內不安 今天下午一度距離冷靜的辦公室內 擠滿的人非常的熱鬧 看不見被關在隔壁房的父親 只能聽到他傳來正正的哀嚎聲 我就要拍 直接用水管往嘴巴裡灌 然後我在後面打逆光 就有我拍的這個鏡頭 當時的感覺是 很有feel 所以拍的時候我一直不叫咖 那個攝影都很緊張啊 我就想我要用作業這一段 可以休閒 我要看他掙扎 真的如果說再隔幾十秒 真的人可能會完蛋的 1982年5月4日 王英仙第一次被約談 因為沒有直接證據 離開前還笑嘻嘻地和素切組組長正義 合照留念 哪裡曉得 死神早已將他鎖定 兩天後的深夜 素切組直接上門逮人 只要我再一次叫你 這一次會比較久 只要再一個虛寶 只要再一個虛寶 抓網英仙最大問題就是 你找不到錢在哪裡嗎 他沒有辦法生出 你不管怎麼行求 他都生不出五百萬出來 對社會上面就有一個交代 爸 你們帶我爸去哪裡啦 走開啦 爸 你們帶他去哪裡啦 他被刑囚的 不管是被打被灌水 他受盡了很多的酷刑 所以他就撐不住了 所以他才會認罪 五月七日清晨四點多 王英仙認罪了 刑警帶他回家去證物 這一去請求逼供 這個不能說的秘密見光死 王英仙在被壓解到他家裡 要去尋找槍跟尋找這些錢 張款的時候 車子要回新店的時候 經過繡廊橋 就王英仙假裝說 他要小便尿急 結果呢 他一下車 一隻手 撐住了那個 橋旁邊的欄杆 就翻身就下雨 就投河 警方第一時間塑造王英仙 是畏罪才會投河輕聲 在這段路程當中 他已經斷氣了 那為了掩滅 他這個死亡的證據 所以說 就有可能 製造他自殺的這個狀況 這個是我們在規論的 當時解剖的時候 肋骨有斷掉 後來我們認定呢 他是在很大的壓力之下 被迫呢 才跳河的 法醫鑑定之後 王英仙的確是 生前落水而亡 但 是昏迷之後 被丟入水裡 還是真的 投河輕聲 至今依舊沉迷 儘管排除了 氣死的可能性 但王英仙身上 不滿不尋常的傷痕 卻是被逼迫認罪 不爭的關鍵證據 那我想 又不是他做的 他為什麼會 會要自殺 這個有一點點 跟常理不合 我遲疑了一下 我說 把他女兒跟他兒子 再找來 當晚的刑事人 那幾位人員 我希望他們 有那個良心發現 能夠對這些事情 能夠有所交代 面對王英仙的死 刑事局還沒想到 該怎麼收拾 一通關鍵電話 打進了三重分局 這幫什麼東西 不知道 黃伯伯激放的 他是幹嘛的 他開計程車的 原來李施科 將搶來的四百萬現金 送給了房東太太 已經出嫁的女兒 丈夫直覺和搶案有關聯 他說就是那個老兵伯伯送給我的 從小的那個最愛我的 他先生覺得有點習慣 他在廚房煮菜的時候 就打開一個小的一個旅行箱 裡面發現了很多槽段 一砸一砸 他仔細一看 上面有戳記土地銀行 哇 立刻又報警 把李施科給帶來 孤身一人的李施科和房東太太 樓上樓下同住 十幾年的緊密相處 深厚的情感 玩入一家人 對待房東太太的女兒 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般 疼愛有加 送她的四百萬 當作是她的孩子 未來的教育費 李施科對自己卻很節省 只用搶來的幾千塊錢 為自己買了一隻燒鵝 一個電鍋 一把電動刮胡刀 還一雙皮鞋 他這次計劃非常久 非常縝密 也就是他不把那個錢 送給那個小女孩 他自己把那個錢全帶走了 那可能這個 到今天這個都還是懸案 我要退了 我知道你們來了 空著手 慢慢走出來 不為難你 不要動 李施科沒料到這一天 來得這麼快 不過他態度從容 告訴警方 案子就是他幹的 四百萬現金 確實給了房東女兒 一百三十萬就在床底 床墊下還另外壓著三萬現金 老師其實李施科在落網之後 真的是全台的民眾都議論紛紛 因為他真的是 李施科長的真的是跟大家心目中 那種萬惡不色的盜匪 真的差太多了 他身材弱小 而且重點是他慈眉善目 然後很多的人去訪問了他周遭的鄰居 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他又是這種 好人好事代表 然後又會幫忙修電器 而且又很愛小孩 這真的是 很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是啦 你要知道 壞人也不會把那個字寫在臉上 我是壞人這樣嘛 你怎麼寫 沒有 我也要說他 沒有 不過不管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國家虧欠他 這個社會不公不義 要報復要洩憤 他的做法是不對的 他的行為是不對的 其實我們現在來這個地方 土地銀行 這就是當年的事發地點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古亭分行 那因為跟李施科住的地方 是有地緣關係 他才會選擇這邊上岸 我之前有聽過老一輩講 但是大部分的人喔 在形容李施科案件的時候 好像都是對他多所同情 也覺得甚至有人用 異賊異匪來形容他 其實在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媒體一片踏拔 那李敖就曾經為這件事情 寫了一篇文章 投稿到黨外雜誌 為老兵李施科喊話 對 那他說到吧 他說他在軍中看到 成千上萬個李施科 這些人在大陸一路打仗 怕不死賀文章來到台灣 但是國民政府怎麼對他的 不准你結婚 然後也不讓你退伍 然後等你老了殘了 然後才放你出去 然後一生一無所有 孤苦無一 到底是誰虧欠誰啊 據說當時啊 在偵訊他的這個圓警有講 李施科自己也坦承喔 當時他搶來的錢啊 有100多萬常在床底下 但是他要買漁船偷渡回去的 可是在當年啊 你想要回到大陸 這叫做通匪 你想回家 比登天還要難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俗話說道義有道 你不覺得李施科的行為 跟那些貪污腐敗A錢的政客 比起來 一生小孩啊 另外一個受害者 這個王銀仙 他也是老兵嘛 所以其實大家就覺得老兵 真的是很可憐 讓大家關注起老兵了 那而且呢其實 這件事情的後續 我們要講到啊 當時啊 就是負責偵訊他 刑仇他的刑警 有五個人 結果都被檢方起訴了 但是有兩個人連夜解逃 然後裡面有一個人 叫做詹俊榮的 他從奧地利轉機 就轉轉轉 反正流落到了這個中國 竟然在對外面當起了高官 吃香喝辣耶 那白色恐怖時代啊 不公不義的事情多了去 那王銀仙的命呢 也沒有白白犧牲啊 他換來了形式訴訟法 第27條的修正案 人權的法案 一條冤魂換人權 李師柯不是臨時起義犯案 而是早有策劃 軍人性格所致 他在事前做了詳盡的規劃 軍人得有槍也擔心到時候 跟銀行保全正面交鋒 他得立於不敗之地 於是1980年1月7號凌晨 他帶著土製手槍 來到當年的 京華街教廷大使館 因為在京華街那邊 曾經那個教廷大使 教廷大使館是在那邊 我們常年就是說 對於這個外交館之類的 都有派駐我們的那個 那個警備隊在那邊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是 搶那個當時的一個 那個警備隊的警察的配槍 所以他才會有那把制式手槍 那天是保安大隊 遠景李勝元站崗執勤 李師柯假裝問路 結果遠景一靠近 他立刻開槍擊斃 並奪走了槍 他們所取出來的是 先有一把土製改造手槍 那個只能激發單發 當時就是 他把那個警察打傷之後 那個時候那個警員 依他們所述是說 他那個時候已經受重傷了 他還有想要保護他的那個配槍 但是很不幸 他可能就是失血過多 然後就這樣死亡了 但殺警奪槍後 他並沒有馬上執行他的計劃 行強之前 他跟做了地形勘察 來回反覆在銀行前觀察 確定警衛交班 站崗位置 也模擬自己的逃亡路線 甚至犯案後 也冷靜地把警槍丟棄在河裡 會失滅跡 路往後左右鄰居都不相信 一直以來韓後正直的退伍老兵 到底是為了什麼 要犯下桃田大禍 我 我對社會不固定現象 非常的不滿 社會 社會成名在一片暴力色情 我 這與本案無關 不參考了 有根據當年他在法庭上 軍事法庭的那些紀錄我看的 就不讓他說了 因為要趕快執行 就這樣拖走了 我覺得很遺憾的 我們還沒講完了 你讓我說話嗎 我沒說話 等一下會罵我的 法庭說不完的話 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控訴 透過電視轉播 全國人民都看到了 李士科當天移送軍事審判 然後在19號審理終結 26號就槍斃 速審速結要給社會警惕 殺人者法理不容 但他未說完的話 有人幫他輸出口 李士科槍決前 李敖寫了篇文章 在社會一片踏法聲中 他是唯一一個 跳出來為李士科發聲 他說他的鋌兒走險 是社會底層對國家的抗議 李士科不會死 因為千千萬萬的李士科 在活著 像李敖那個李先生 他在李士科的事情發生之後 他曾經有投稿過 在探討像李士科他們這種老兵 他們的生活 為他們保去 也是希望說 當時的國民政府 能夠看得到 李敖文章裡 提到他的方法是錯的 但他沒有更對的方法 他不會巧取呆帳 只會豪奪獻款 用蒙滅的豪奪 暴露他一點悲憤與抗議 你在家鄉是敢生的 主弟弟 17歲就大幽極 這一輩子就會兩件事情 殺土匪開車 李士科是退役軍人 民國16年出生 經歷抗戰勘亂 跟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民國48年 他申請退役 退役後獨生一人 以開計程車為生 到了台灣以後 我們開始在軍隊裡實施所謂的 限婚令 就是禁止這些外省兵結婚 實際上其實即使你不禁止 他們也沒有能力結婚 因為第一個來台灣男多女少 第二個他們的收入也不可能結婚 第三個語言不通 他們也不可能結婚 所以實際上 本來他們要結婚的機率就不高了 這一聲槍響犯案的李士科伏法 但另一個遭刑求冤死的王銀仙 他的正義誰來擔 反正我隨便抓一個人 用警察的行政裁量權就可以拘留他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拘留的時間 去把他來那個就是刑求逼供 先條款 至於李士科條款 則是民眾至今進到銀行 都可見到這樣的告示 要把帽子脫下來 所有戴著帽子 包括你棒球帽啊什麼帽 你就是必須要把帽子脫下來 讓監視器能夠拍到你整個的臉孔 另外對於老兵的問題 也因為李士科案開始受到關注 過去就是這三十幾年來 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所謂的老兵探鄉 探鄉探親的問題 終於浮上台面來了 因為李士科搶了錢 他是要打算去香港 然後直接就去中國了 那這個就是講說 那所以幾年後 真的就是在蔣經國死前 開放了這個 所謂的探親 探親的問題 除了開放探親 老兵當初退役時 是領一次退休縫 少得可憐 後來也因為老兵問題 受到重視 逐步的增加 拿一次退五金的這些老兵 就是我們到1970年代以後 台灣的經濟 因為發展得比較好以後 就開始軍公教的退休 都有所謂的 就是有所謂的這個月退縫 可是早期沒有嘛 那離開軍隊的人 可能就只拿一點點的錢 而已嘛 那後來就開始追加嘛 那剛一開始追加是幾千塊嘛 那到現在的話 大概每個人就是還有 還有一萬多塊嘛 李士科死後 有人為他立了銅像供奉 立塑像的人 是當年從事黨外活動的王兆川 李士科像有沒有提醒政府 不得而知 不過在大家樂盛行年代 他的銅像 雖然位處偏僻的新店山區 但還是很多人來拜 在你英國七十幾年那個時候 最風情就是打 那個所謂媽媽樂 大家樂貴任 ga 那有很多人就是 把他神格化了 把他當成就是說 可以求求 求求他所謂明 wave 的地方 được一個意思 像他的那個香儒 不是我們幫他擺上去 李士科對威權的呐喊 雖然是用錯了方法 殺人也必須償命 但这铜像或许也记录下 这不单单只是一桩刑案 更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恭喜警告 恭喜警告 老师快一点 老师快一点 老师你不要卡住 这边很小 我瘦了五公斤 我怕什么 你刚刚没有卡住吗 没有 我跟你说 我现在瘦五公斤 看到九字头 再过一阵就会看到九头升版美节 我看你是九头蛇吧 范威里面的大反派 这还比较像一点 不过其实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空军三重益村 很特别的体验 因为我们现在在地下游到 你知道空军三重益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北区保存的最完整的防炮眷村 这个地方是专门来运送所的弹药 地下运弹药的 逃避空袭的 这个是当那个郡村妈妈拿着擀面棍 在追你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面逃寸 躲藏的好地点 而且我想 我们还是到外面从见天之好 我看是塑形不良的你 才会有这种感觉吧 好啦好啦 走走走走 这有空底夹被残酷的 对啊 我好怕头撞到 其实我们五根长毛是一般都没有用到洋葱的 所以不知道他在切什么在献什么 在讲这什么话 而且天的眼神就是 村长负责主负责心 书和戏都没有 这样才口感有层次 你不要站在那边 观光面前耍大刀 这样口感才有层次 对不对 人家就说洋葱不用了 我们这样秀这道菜叫什么 五根长网 你知道五根长网 为什么叫五根你知道吗 因为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古人说 三根是只晚上11点要睡的时间 那五根呢 就是我们说快起床 那古代人会点一个叫五根爐 OK 因为五根爐的造型有没有 就像我们现在的小火锅 所以用这个装的也叫五根长网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是台味的专菜 像台湾才吃的 对 对 先来做 秀一下 好秀一下 先来做 开个火 对 开个火 下有点 这个花椒 大红袍 哦 大红袍 大红袍是不是很辣 它是麻 我现在要装什么 哦 薑 和蒜头 对 哇 姜跟蒜头同时 大辣椒不辣 但是很好的配色 但是这个朝天椒比较小 所以是双胶 这个眼睛有点辣 有点辣 对对对 哇 还要再吃辣豆干酱啊 辣豆干酱 对 我们的俊味这么的啦 就是炸菜跟酸菜 其实很多人就在想说 俊村菜是不是就是外省菜啊 俊村菜的特色 其实就是家常菜 家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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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现在炒到焦香焦香了 可以下我们的大肠头跟鸭血了吗 对对 哇 下鸭血了 鸭血鸭血鸭血 果然俊村子弟就是一股豪气 太豪了 各位 民众啊 我们的红标米酒头头是新的喔 哇 现在你可以煮姜母鸭吗 哇 那我最后把这个 加点蒜苗 哇 这个颜色再下去 然后呢 口感又有另外一种清脆的层次了 太棒了 这个就是 色香味 讚讚讚讚 怎么样怎么样 入味 白饭没有 白饭没有 真的是好吃喔 不过其实啊 除了这种 我们刚刚讲说 这种四川 没有鲁根长旺 是不是其实很多 我们台湾知道的都没有 我跟你讲的 很多眷村菜 或者说外省菜 是台湾人发明的 所以四川没有川味牛肉面 温州没有大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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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台湾的味道 定逐台湾放眼世界 我们把它再重新推广出去 应该是说 这些是老兵们 私乡的家乡味 走向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拍了一系列的眷村电影 对对对 工理师哥就有两部啊 工理师哥就有两部嘛 还有老末的春天嘛 老末第二个春天嘛 对 再给年轻人看一点的话 风雨操场 右键操场 再键操场 等系列嘛 还有最经典的搭错车 没错 你看前奏一下多有共鸣啊 对不对 还有其他交给你的我要吃 这些跟你也是有一点关系 因为呢大部分这种老兵系列的电影 编剧都有一个你的好朋友 吴念真 而且呢还会有一个最佳男主角 你知道是谁吗 孙悦 哎 大家好 我是不是不是不是 抽烟一支 派你一事 借原本朋友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这是大家印象中的孙悦 工艺形象深植人心 她一生拍过两百部电影 却是以老兵这个角色奠定演艺权地位 1983年这部搭错车 最为快智人口 这个故事 从我看到亚树的第一年就开始 那个时候 我才两个月大 像Laser一样 被丢弃在路边 孙悦饰演的是雅包老兵 收养姑女 孩子大了 成为歌星 却厌护她的出身 不认雅叔 是你不要我承担 我说你一句话 是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她 当初选角孙悦不被接受 因为她原本都是以演坏人起家 谁都不相信这部片能红 没想到孙悦无懈可击的演技 跟扣人心弦的内心戏 让她在整部片誓言哑巴 不说一句话的状况下 拿下了第二十件金妈奖影帝 53岁得到这座金妈奖最佳男主角奖 在这之后她接拍了一系列老兵电影 让她成为老兵代言人 1984年跟李又宁导演合作的 老末的第二个春天 也拿下最佳剧情奖 大挫车啊海峡两岸啊老末啊老科 她在现场的感觉就是老兵 那个动作太棒了那种感觉 穿着那都是 所以我在她身上学到了很多 用镜头怎么样把她的非常自然的语言能够拍下来 半夜在研究那个对白一个字一个字 我刚好坐在她隔壁听得清清楚楚 时代用枪抢银行 那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 虽然不同的故事 但是把老兵她的沧桑 她的悲哀写出来 属于这个装甲兵的附属的一个剧团 就要去一眼或落军的 孙岳一脚踏入了戏剧表演 她早期的荧幕形象 却是以反派 狠角色为主 剑勾斗 你多少拿出点凉下来 你想干什么 你放开我 当初你是哪只手打我的 这个混账 演什么就像什么 也正因为孙岳演坏人形象太过鲜明 反而让孩子在学校不敢认她 她早期多演是反派的角色 所以她女儿孙向盈 所以就因为害怕别人 她认为她是演坏蛋的孙岳的女儿 所以有一段时间 她都不喜欢别人知道 她的父亲是孙岳 孙岳思索的转型 机会也这样悄悄的降临 而且还是180度大转变 曾经同时有九部片在开拍 所以是非常忙 但是不知何故 她就对人生产生一个怀疑 就是越来越不快乐 低潮的她受好友陶大为影响 有了信仰 老烟枪的她戒掉了长期烟影 后来参加一趟太北工艺活动 当时的她正在生病 却还是跟医院告假背着尿袋搭击前往 这次的旅程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当时她在太北的时候 她曾经守护着一个 吊着点滴的一个小孩子 当时医院已经跟她宣布 这个小孩子已经孩子死亡了 没有救了 面对了这个死亡她是百感交集 决定要修改她未来后半生的人生的一个方向 那场工艺活动加深了她的信念 回台之后宣布要半退出演艺圈 剩下时间都要做工艺 但纷争随之而来 因为她不接戏 就引来了一些黑道上门来威胁 因为这些黑道 他们希望要找到一个摇钱书或者票房的保证 要求孙岳来拍戏 孙岳坚持了她的信念 1989年她拍完两个油漆匠之后 宣布直接退出演艺圈 从此之后只见工艺不见孙岳 孙岳她曾经提到 我不是贸然投入工艺形象 我59岁 已经清楚的知道上帝要叫我做什么 所以说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 让她投入工艺活动 不计毁育 而她果然也真的说到做到 往后也只有在工艺场合 可以见到孙叔叔的身影 而她的台词成了金句 几乎每个人是朗朗上口 夜深了 别再让家人担心 赶快回家吧 当年没人告诉你 现在 我告诉你 快把烟戒了 2018年孙岳孙叔叔 已87岁高龄 走完她传奇及灿烂的一生 就像她给人的形象 是大家永远的老朋友 老师啊 看到了孙叔叔的故事 你应该 会有一些启发吧 什么启发 吴松一直很希望的 你不要再抽烟了 不要浪费钱买烟了 现在是不是会考虑要开始进行了咧 缺血一代 周瑞敏 我不认识你 但是我谢谢你 你刚刚是曾志伟吗 有不一样啦 刚刚是孙叔叔啦 所以说呢 其实大家对于 这个孙叔叔的工艺形象 真的是生殖人心 那个大大的鼻子 打鼻子 然后温暖的笑容 是 不过呢 其实我觉得在很多的 老一辈的人的心目中 孙叔叔就是野活老兵的最佳人选 你知道眷春老兵眷春菜 它其实承载了我们成长的记忆 已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很特别 对 都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个 我们的食材 对… 那我们刚才不是提到眷春菜吗 对啊 我再给你介绍一道菜 干嘛 蒙古烤肉听过没有 当然啊 蒙古烤肉很好吃耶 就是自己选肉 然后呢 有点像巴贝一样 你就自己再加菜 然后再加一堆酱 然后把它喇喇也炒在一起 味道很好 我跟你讲喔 如果你去到蒙古 蒙古没有蒙古烤肉 不会啊 看起来很粗犯耶 没有啦 蒙古烤肉也是我们的相声 国宝集大师吴兆南先生发明的 那他原本取名的 现在取上他的故乡北京 所以是北京烤肉 对 但是你知道当时两岸我们说 那个秦氏风云诡诀 不小心就变成匪蝶了 对 北京有点分明的 所以为了避免有通匪之余 所以把它往外移一点 再移一点 再移一点 就变成蒙古烤肉 移得蛮远的耶 哇 原来有这样的故事 真的 如果你没有来眷村 没有去研究过 真的还不会知道耶 所以啦 你知道 我们说眷村的故事多到你讲不完 眷村菜也多到你吃不完 台湾还有很多等到我们去发掘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找回台湾共同的记忆 旅途台湾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